面对内卷 有人忙着躺平 有人蓄力三胎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解析 我是Coco 那最近有两个词特别流行 一个是内卷 一个是躺平 那像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部中国的电视剧 叫做小舍得 也是讨论了中国现在愈演愈烈的内卷的现象 那其实这个词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去年 当时网络上流行了几张照片 照片里面是几张清华大学的学生 一边抱着电脑 一边骑着车 甚至有人一边骑车 一边吃面 有人一边骑车 一边抱着电脑写论文 这样子的情况 引发了当时年轻人的一番热烈的讨论 都在说中国如此高等的学府 都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竞争的情况 那内卷的这个词也逐渐开始流行开来 那到最近内卷也已经被各行各业 各种职业开始借用 仍然是那些有限的升学名额 那对于刚刚入职场的本科大学生来说 他本来对于一个职位的薪资的期望 可能差不多4000人民币一个月 那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研究生 他说我只需要3500人民币 那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有行业经验的研究生 他说我只需要3000人民币 但是这三个人呢 这个争夺的还是仅仅的只有这一个职位 那对于打工人上班族来说 本来大家上班不求大富大贵 但是呢能够享受到生活的一个本质 那结果呢因为所处的工作环境啊 包括行业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 大家呢不得不被迫开始9960的加班 甚至啊不得不面临这个同公司的一个同事的一个被动的竞争的环境的情况了 那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声音出现了 开始反对这种万物皆可卷的现象 因为啊付出再多的努力 再多的时间换来的依然是有限的资源 甚至是更少的资源 导致个体间呢也出现了收益和努力比下降的这么一个情况 甚至出现了努力呢也出现了我们说的通货膨胀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新的一个词就出现了叫做躺平主义 那什么叫躺平呢 其实简单说啊 其实躺平就是啊我们说的反抗内卷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以不变应万变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